10月29日晚,杨云通过微博上传儿子杨阳阳弹钢琴的视频,并称凑合听一下吧,一直想不起这首曲子是哪个电视剧里的插曲。 视频中杨阳阳身穿白色衬衫,身蓝色针织背心,手臂上挂着大队长的标志,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弹琴,有模有样,琴声悠扬,十分的帅气。 此微博曝光后,网友纷纷为官便留言称,加油儿女,这孩子好,让人羡慕。 手型真好,杨阳阳都这么大了,越来越优秀了,得志体美乐全面发展,三行杠好厉害。 此前杨阳阳在这个位置练习钢琴的时候,双胞胎妹妹过来想和哥哥一起学钢琴, 刚开始过来一小只,后来又过来一小只,两个小家伙都想爬到哥哥的腿上一起玩钢琴。 随后杨阳阳只好站起来走了,把钢琴留给了妹妹们。 杨阳阳现在长大了,是家里的长子,还肩负着照顾妹妹们的责任,被网友大赞是个有担当又有才艺的好哥哥。